世界各國 其實也有一些其他的 特殊的成年禮好嗎 首先這個聽說日本 這個溫世凱 應該說是現在講到成年禮 其實很多東西 現在都不太有 這樣的一個形式 但是在日本來講 算是我們所認知的國家裡面 他們對成年禮 是比較重視的一件事情 那他大概在每年的1月的 第一個禮拜的禮拜一 然後他們會舉辦一個成年禮 可是這個成年禮的一個儀式 他們的做法是到相公所 或者是那個區塊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公所在那邊的時候 他們統一在做舉辦 那對他們來講 對日本人來講 女孩子比較重要 因為女孩子是唯一的一次 大概你一生就是成年以前 你可以穿得最漂亮的一次 而且那個和服跟一般我們看到的 和服是不太一樣的 那個袖子是比較長的 而且後面的那個是背的一個蝴蝶 蝴蝶戟 所以人家說你要怎麼去判斷穿和服的女孩子 她是成年跟未成年的 就是從蝴蝶跟再加上一個那個就是 被包養的 對枕頭 枕頭的就已經是年紀越來越長 然後袖子越來越短的就是越來越長的 這是他們一個基本的一個模式 可是我這幾年到了日本去以後 我發現說他們對這個已經也是 失常 刺猬 對 年輕人不太去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又回到說 希望能夠大家去重視這件事情 他開始會在一些神社 會在神宮會特別舉辦 像你如果去東京的話 你去明治神社那邊 你就可以看到 他們會刻意去穿古典的一個衣服 而且要幫你戴那個帽子 那我就說為什麼戴帽子 他說這叫集冠 是從日本那一邊 不是 從中國那邊傳過來的 所以他們說現在來講 希望把它整個回覆 那我們大家就等於是看好奇 很好玩這樣子 對 其實我覺得像我每天去日本 大概在表參道 就是因為明治神宮站在旁邊 然後到那附近 其實就會看到真的是穿和服的人 就很好看這樣子 很漂亮 而且女孩子就會覺得說 你知道嗎 那個是穿得最漂亮的一次 因為在那之前的年輕的女孩子 沒什麼機會可以穿到 正式的一個和服 那他們有什麼事情嗎 除了穿服裝這樣子外 然後戴帽子 那個是奇怪 那是等於是 他們希望能夠恢復以前的方式 就好像台灣 台灣好像這幾年也開始 慢慢有這樣的一個習俗產生 希望能夠回到以前的一個傳統 另外就是每個地方會有不太一樣 像有些地方我曾經去過 他們是幹嘛要放風箏 那天如果天氣好的話 大家統一一起去放風箏 然後這個是他一個習俗 但是基本上的這個模式是差不多 重點是 他們會請很多很多的長輩來講話 告訴你說 來 長大了要做什麼事情 對 不可以做這個 不可以做那個 訓誡一下 對 然後一個一個訓誡 可是現在的年輕人 你就會發現說 他們覺得說 你講你的 我聽我的 對 然後開始 他會開始玩手機 或是發出很多的聲響 就告訴他趕快下台 趕快下台 但是在韓國 玉花姐 是不是早期只有皇清國妻 在辦這個成年禮 像韓國早期就是皇帝的子孫 或者是當官家的這些權威的人 才去辦這個東西 那男孩子叫官吏 女孩子叫祭禮 女孩子呢 就我今天穿的服裝 就是有點三八 因為我已經有年紀了 因為以前啊 以前那個年齡 就是少女是可以穿這種的服裝 的袖子上有這個色筒 這是五個顏色 就是好幾個色 它代表五個神來保護你 對 東南西北中央五個神 這個代表這五個神 打麻將的那個話 所以等你那個成人禮過了以後 他們就不太穿這個 尤其是結婚了以後 更不可以穿這個色彩了 對 這個色彩就是少女的專利 那這個帽子是他們成人禮的時候 戴的官 就是女孩子戴的那個祭禮 就是戴這個東西 因為她以前的女孩子 砸辮 砸馬尾辮 砸辮子 那她等成人了以後 她就把這個 拳起來以後綁在這後面 就盤起來了 盤起來了以後 她戴法紀 法戰 這是什麼 這也太大根了吧 這個越大代表 越有權威 對 皇后都是戴的 我們看一下 沒有這麼長 大概有這麼一半 我看一下 這螢光棒吧 對啊 沒有 你錯了 這是那個 不對 這是冤枉的那個鮮蠍吧 這是冤枉的那個 這是心理棒 這鞋棒 這鞋棒 這很大根了吧 不是講真的講假嗎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很大耶 對啊 然後就是 戴這個小關帽 那她這個關帽以後 結婚的那一天可以戴傳統婚禮 了解 對 那他們這樣子戴 男孩子就是說 他們也是綁雜辮子們後面 他們以後也是把頭髮挽起來 有人專門跟你做這個儀式 挽到中間 然後又有個小紗帽扣上去 再一個戴一個這種的 下面有大圈圈的那種 黑色的帽子 大長巾 對 那那個黑色的帽子 外面這個外圈 越大代表 它的權威 官位更大 越小代表它的那個 所以它是有規定的是不是 比如說我官沒那麼大 我弄那麼大 我就不行 對 那剛好跟現在相反是 韓國現在是越來越提倡 這個成人理 是 恢復文化 他們以前是沒有訂節日的 就是有錢家的人才做 皇清國氣才做這個 就是這個文化的動作 但是三十多年以前 韓國政府就立了法 對 1986年它就立了這個法 立了這個法以後 可是它那個時候沒有訂日子 那沒有訂日子 就是在1月5月7月這些月份去辦的 那再過了幾年以後 韓國就立了法就是訂了個日子 5月的第三個星期一 來就是統一的 他們的年齡是用虛歲染歲 不是10歲 我們是10歲 他們是虛歲 虛歲的20歲來辦這個成人禮 那成人禮當一天他們也請一些教授 或者是大官這種人來給你註文 就是希望你通過今天這一天更成長 然後要對這個社會對你自己負責任 要有給你這個責任性 那大家到底在做些什麼事情 那現在的人 對 就是這樣子 那這一個是他們是大學 那現在變成說一個文化 就好像剛剛講的 韓國現在它用很多的東西 去連結它的觀光 它就把這些東西弄成一個什麼季 那就有很多觀光的收入嘛 所以還有很多外國小牛也跟著 一起來做這個活動 所以裡面有一些可能是假的就對了 它不是真的體驗嘛 你看第一個真的臉 真的臉這個嘛 這泰國人 是真的臉人 他一直說他們裡面 你說這是體驗的感覺 體驗的感覺 然後他們就是你看有的 他這是一個廣場裡面 那學校也可以同時辦 然後在一些捷運的出口 假如說很大的話 他們也 他就是有這種 好像登陸網站上嘛 我們有祭典 他們很多人就可以一起來參加 那他們這一天 可是重點就是說政府是一個好意 希望你到了這個年紀 希望你對你的 他們也有投票錢了要當兵了 很多事情對你有責任性 可是據我瞭解 現在的年輕人 辦了這一天 狂歡 狂歡 嗨 就是一夜情的日子 對 就是這樣子 大姐姐啊 這就好像美國 美國大家不要覺得說美國很開放 美國也是 但是美國我們看是好像很開放 但我認識真的美國人 其實他們沒有到這麼開放 就是我們影集裡面 給我們一些觀念 錯誤的觀念 但是他們也是在等大學的那個party 五會 五會的時候是發生事情最多的時候 應該是高中畢業 對 高中畢業 畢業了以後就等大了 對 再說在韓國也是一樣啊 平常很少有人穿著韓國衣服在街上走啊 除非是結婚你要去喝喜酒啊 有大日子的時候 那這一天是穿這個大家就很爽 其實以前啊 這個這種的服飾是沒有的 這種服飾是在國王皇帝那裡面的妃子 才可以穿這種的 宮女 宮女就是皇帝的女人嘛 他們才可以穿這種衣服 那現在是流行嘛 流行他們就穿這種衣服自己來 補給化啦 對 那接下來講這個以色列的部分 這個小馬哥跟我們分享一下 槍掌大成人 先高空談票 男孩子變成男人的時候 要做這件事情 要挑戰你的恐懼 就把他們帶到 鄉村旁邊的山裡面 用麻繩把在你的腳上 然後叫你一個整個跳下去 在毛利的人傳統 這個是戰勝你的恐懼